民以食为天 在我国食物除了是人民的根本 也是凝聚各族的重要元素 而说到能让各族共聚一堂用餐的地方 除了mamadown和连锁餐厅 好像就没有其他的地点了 不过在霹雳以宝 一家由华人经营的传统茶餐室 吸引了各族前来光顾 大家坐在一起品尝各族美食的画面 凸显我国多元种族的重要特色 今年的国庆专题 我们就北上仪宝这个美食天堂 感受当地各族共融的和谐气氛 即便是华人餐点 但有族顾客点餐时 依然十分顺口 毫无违和感 这里就是位于仪宝贵和园的 一家华人茶餐室 卖的都是一些寻常的本地餐点 像是云吞面 椰浆饭 点心等等 但却吸引各族顾客前来 共聚一堂和乐融融享用美食 这家柬埔的十四 之所以能吸引各族顾客前来 这还得从1977年 茶室创立初期说起 这里以前有很多学生租房 在店铺 他们一放学 就来打包水饮 他又吃那些 那些 那些 看一看 看到有些云吞面 有埋肉 我妈就说 安心安心 你可以买买的东西 他们说 我们在餐厅 没有食物 他们回来 以前真的没有 只有几间茶室 没有食物 我说 我学这么多 可以的 我们试试吧 那些年轻人很多 都来我店铺 我店铺有妈妈饭 什么都在那边 有米果莲 什么都在炒粉 沙丁 他们吃什么 我又看到这么多 他们这些人 不如没卖猪肉 从以前到现在 这里都不卖猪肉食物 以尊重巫义食客的 饮食禁忌 当主取材时 都会格外仔细 只向有 清真认证的 批发商购买食材 一些当主想法 更周到 不仅不卖猪肉 就连一些印译 和华裔顾客的需求 也考虑在内 在我们店铺 我们卖鸡 鱼和鱼 我们不卖猪肉 因为一些中国 英俊和英俊 都不卖猪肉 而且我们的供卖 全都是穆斯林 和哈朗 所以我们 要照顾所有的 游戏 我们都知道在东马 各煮在同一间茶室用餐 是在寻常火锅的事情啦 可是在半岛啊 这个现象就十分难能可贵啦 早安 享受 那在这里呢 难能可贵的是 你能看到 各族在同一间茶室 享用美食之外呀 这里的工作人员 也是涵盖了 马来人 印度人和华人 三大种族 这完全就是彰显出了 今年昌明大马的国庆古题 那就是坚定团结 满怀希望的 美好景象 我感到感到 因为我们想要发展一个商业 我们要发展一个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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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要发展一个商业 在一间茶室里 不仅是网友 有中国人的中国人 有中国人的中国人 因为我们住在商业 我们在商业 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一间茶室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被拯救 所以是很好的 很驚訝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一個店 真的很棒 我們應該要像這樣 我們是馬來西亞 所以我們都要多種類似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吃起來 是楽得的 是的 多元種族正是我國的特點 國人對各族食物的接受度十分廣闊 像是在馬馬當 馬來顧客和華裔顧客 享用印度煎餅和拉茶 已是常態 而每逢臨近開摘節 華人和印度人更是摘戒月市級的常客 無論是蘭花飯 竹筒飯或是人當機 都是必點美食 而在這裡也一樣 巫逸食客終於能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 一場華人美食 體驗舌尖上的馬來西亞 我喜歡吃雞尾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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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類型你喜歡? 有餅和韁尾餅 有餅和韁尾餅 因为华人的食物第一个是我们要走 我们可以吃的哈拉的食物是难一点 这样子就有味道要吃就走过来 很开心因为大家都没想到有三大民族 都会一起在这里吃东西 大家都很朋友 都很开心就吃我们这堂银做的东西 他们都不介意 没错我国是个汇聚多元民族的大熔炉 即便各族之间出现摩擦嫌隙 但彼此的相互包容尊重和这片土地 所孕育出的独特美食 就是凝聚各族的年和季 这也是民众引以为傲的特点 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多元种族 就是我真是觉得我们可以吃到各种各类的食物 语言也很丰富 也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超过多一种语言 这就是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最特别的地方 也最珍贵的地方 而在马来西亚最美丽的风景 并不是高楼大厦或繁华都市 而是各族之间众志成城 团结一致 和睦相处 每逢国庆日 除了是纪念我国争取独立 也是要提醒大家 各族共处的缘分 来之不易 且行且珍惜 罢的空间 鱼尾剑霹雳宝宝堂 请不吝点赞